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2月18号星期四 我们以前说过 川普他不能算是一个政客 他可能是唯一一个总统 就是说他在选前的时候 就是说政治承诺 承诺了什么 在选举之后就尽量的去把它做到 如果最后没做到的 那基本上都是民主党或者国会给他捣乱 实在不让他做 做不了 只要民主党和国会不捣乱 他能做的基本上全做到了 是一个非常非常信守 政治承诺的这么一个总统 在美国的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 像什么拜登奥巴马这种传统政客 都是说一套做一套 选举的时候为了能选上 胡说八道一堆 等选上了之后就开始一点一点的 开始把自己往这边找 拜登在选举之前 说习近平在新疆做的是种族灭绝 现在开始一点点的再改口 2月16号晚上 在威斯康新州的CNN的市民大会 发表讲话的时候 就提到了习近平在新疆做的事情 拜登说 他说这样 他说如果你对中国的历史有所了解 就因为主持人就问他 问他问题 他就跟主持人 他说如果你的中国历史有些了解的话 他说这样 一直以来 中国都被外部的事件所害 都是被外部事件的 就是说在迫害的时候 他说那个就是中国国内没有统一的时候 如果就是说掌外必先安内 自己内部不统一不团结的时候 中国在外面就被害 所以他说 就是说你要理解这一点 就明白 习近平现在的核心原则 他最想的什么 就是说中国必须有一个统一的严密的控制 所以他说习近平有他的理由 基于这一点来做习近平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说追求大一统 当然这个是拜登作为一个美国人 作为一个外国人来了解中国 他对中国文化还不是那么特别的了解 其实中国不光是被外部世界迫害 要追求大一统 这种大一统的思想 在中国可以说 就是说从儒家文化 就是一两千年传承下来 都是这样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 一直都追求了这种大一统 这种大一统的观念 可以说根植每一个中国人的这种心理 所以你会发现 99%的中国人都是支持着统一 拒绝分裂 所以这点来讲 就是说拜登就说 你要了解这点之后 你才能明白习近平到底在做什么 他说任何一个美国总统 他说我跟习近平说了 他说任何一个美国总统 如果不能体现美国的价值观 他这个总统就不能持续做下去 所以我对习近平说 他说我并不会大声的来几乎反对 就是说习近平你在香港做的事情 或者你在中国西部的维吾尔 对维吾尔族人做的事情 还有对台湾做的事情 他说我不会试图 就是说作为美国总统 我不会试图用强硬的手段 来结束一个中国的政策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能明白你在香港做的这些事情 在新疆做的事情 在台湾做的事情 你都是为了要追求大一统 就是说你觉得中国必须得统一 这样子他能够不受外族的入侵 才能不受外国的欺负 所以他就说 然后关于新疆问题 拜登说从文化上讲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规范 他认为新疆的人也要遵守 就是说不同的规范 就认为如果违反了一些规范的话 也不行 就是说七五事件什么的 他说中国的那种人也要接受到这一些 就是说每个国家从文化上 都有他的这种规范化 所以有点就是说 好像觉得习近平在新疆做的是一种文化规范的 这么一种工作 我一会会把拜登的讲话 就是说这一段的讲话的视频链接 搁在我视频下方 你们感兴趣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其实拜登在改口 其实拜登在选举初期的时候 他说他都说过 他说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敌人 是美国的竞争伙伴 后来被骂得特别惨 被骂得特别惨之后 他就开始改口了 就开始就特别狠 但是这是在选举的时候 现在选上了之后 其实我们很明显的就感觉到 拜登在一点点 在缓和跟中国的关系 所有的川普制裁的中国那些东西 他现在全部都不制裁了 对不对 什么抖音 微信 孔子学院 全都放过 全都来 然后包括连新疆 香港 台湾做的事情 他表示他可以理解 能理解习近平 为什么要这么做 觉得中国在追求一个大一统 就觉得好像 如果台湾 香港 新疆都独立出去 或分裂出去的话 对中国不好 所以他实际上某种程度上 从文化上 从科码门来讲 来就是说 理解中国在做的 习近平在做的事情 某种程度上 也在帮习近平 在做一些开拓 好吧 所以我就跟你说 习近平新养的一只狗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